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介绍了 类和对象之间的关系 对吧 咱们再稍稍复一下 这个关系很重要 对吧 因为咱们以后一直用的是对象 但是咱们写的会一直是类 对吧 所以咱们对象和类之间的关系 一定要能清楚对吧 那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说一下 类和对象的关系 要比如说像他们新说 匹匹书里面写的例子一样 假如说 我想布置一个教室 一个电脑计房 对吧 让妹子你去给我买60台电脑 对吧 然后我要组装了 那你是不是会去中关村呢 到中关村你会先干嘛 你到那儿就买60台电脑回来吗 那是组装的 对吧 那你需要先跟中关村的那些师傅们干嘛 讨论一下配置单 对吧 把配置单写好之后 那这个配置单就是60台电脑吗 不是 不是 配置单不是电脑 听懂吧 而是电脑的描述 对吧 那配置单写好了之后 利用这个配置单 怎么的 配置出来的60台电脑 那电脑60台 每台电脑就是一个对象 配置台60台电脑 就是60台电脑 就是60个对象 听什么 那60个对象之间有关系吗 比如说你把60台电脑买回来了 我踹一脚踹碎仨 对不对 那其他的57台 是不是没有坏啊 对吧 当然我没有那么暴力 是不是 所以说呢 用同一个类 同一个配置单 声明出来的那个60台电脑 这些对象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只能说明它属于同一类型的 都是用配置单做的 是不是同一类型的 所以这配置单是不是就是一个类 这60台电脑属于这一类的 一类型就是这样 那这配置单是不是这一对象描述 我现在在配置单底边加一个 比如说多加一个计算内存 是不是所有的生成的 重新生成的对象 重新配置 是不是都多一个计算内存 对吧 那我比如说我显卡换了 对吧 主板换了 那类一变化 用这个类生成的对象 是不是就都跟着变化 对吧 所以呢 记住类和对象之间关系 就是电脑配置单 可能电脑有关系 咱们要先讨论配置单 对吧 配置单出来了 那就知道电脑是什么样了 只要通过来一创建一个实体 对吧 就变出了那个对象 大家在例经过记妹子找对象的一个标准 对吧 那个标准就是一个类型 他要找这个类型的 对不对 高老师就符合他那标准 高老师就是对象 对吧 嗯 你看妹子同意了 可期年龄 你18我20有什么不符合的 咱俩都满了10岁是吧 来 咱们看一下这节课 既然咱们知道类和对象这个关系很密切 对吧 那我们就得说你不能说我写个对象出来 写不出来 就知道吗 那我说我写个类出来是可以写得出来的 然后用这类形成对象 类里边写什么对象就有什么 就这关系 对吧 所以呢咱们要先学会写类 对吧 那咱们这里边 这节课要学会的就是什么呢 如何生你的类 对吧 然后再干嘛呀 再写类里边的成员 对吧 那我们就看一下类该如何声明 首先呢 我们在声明任何一个类的时候 声明类和任何一个类之前 我们先要干嘛呀 先要对这个类咱们设计一下 咱们设计一个类 比如说咱们一个用的就是test.prp 对吧 test.prp 干嘛 咱们现在要设计一个类 但是文件名呢 尽量别用test.prp这样的名称 对吧 比如说咱俩现在想做一个电话类吧 电话类对不对 或者做一个人类 或者是做妹子将来对妹子男朋友的类 对吧 是不是都可以啊 那比如说做妹子男朋友的类吧 那我们启名的时候 最好是这样 类名具有描述性 对吧 那男朋友 这个吗 F-O-R-R-I-E-N-D Wallfriend 是这个吗 男朋友 对不对 那通过这个就能看出来是男朋友了 对吧 这是要类名具有描述性 对吧 类名具有描述性 然后.class.prp 那为什么有个二级描述 二级描述性 一般的二级描述性 咱前面学过英可录的吧 对不对 二级描述性 意味着是不直接运行它 它是在别的文件包含它去用 明白这意思吗 意味着这样去用 所以咱们不想别人直接运行的 一般就是其他二级描述性 所以通过这个名称 当然了有的习惯是类名 就是文件名具有小写 对吧 有的习惯是类名具有小写 比如确定感情就这个对不对 所以通过这个能看出是 pp文件吧 能看出它是一个类吧 因为有点class对不对 两级描述性能不能看出它 不直接运行通过 别的文件调用的时候 是不可以啊 然后有没有具有描述性 这里边放的是 boyfriend男朋友的类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块 打开 看到了 那我们先在学生命类的语法的时候 说明类的语法的时候 对吧 咱们想干嘛呀 先要设计一下 对吧 男朋友里边 对吧 这么说了 他想的对象是什么 有外形 还有得有行为 对不对 对吧 所以呢 咱们就管它叫做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属性 对吧 行为就是它具有的功能 可以吧 咱们就行为吧 或者叫功能都行 对吧 首先呢 妹子 在上一课说了 男朋友需要的属性 什么 性别 性别 必须得是 男的 你可以随便说 年龄 年龄 二十四 二十四 年龄 就要二十四的 还是一段范围 就二十四吧 二十四 然后呢 身高 身高 175 CM 对吧 然后呢 眼睛 对吧 眼睛应该用属性 怎么召唤 大眼睛 就是这个 就是 不能说有眼睛就行 对不对 眼睛 要叫大 对吧 对吧 还有呢 这就够了 那这个条件 很好找的 对不对 高老师肯定全符合 然后 行为 就是 妹子说了 她可以做干嘛 做家务 可以做饭 你知道吗 做做做饭 然后可以做家务 在找老母啊 对吧 嗯 所以呢 这是她要做出 她想做的一个类型 妹子想做的一个类型 要的是什么 这些东西 对不对 嗯 那将来用这个类生成的对象 也得符合这个条件 对吧 那类型有了 你用文字描述 也可以啊 对不对 但是这文字的东西 咱不能说变成了程序的语法吧 对不对 那对象是咱们 tp8代类型中的一个类型 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大类型 对不对 符合类型 那一个对象中能存这么多 跟数族一样 数族不也复合类型吗 是不是能存这么多东西 对象是别能存这么多东西 对吧 那这就是 呃 对象里边类 对象该 他难道该有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呢 说了文字的东西 就不能直接变成语法 对吧 所以得用语法才能生成的 那语法什么呢 看一下 我们需要 把它说的这东西 class 看到了吗 然后 然后 这会儿加一个类名 然后大括号 把它的属性里边都放进来 就可以了 听懂吗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的生命这个类 class 看到class 然后 对 大块过去 class就是生命一个类 这个类就是 对吧 相当于妹子自定义出了一个类别 一个类型 对吧 能用这个类型 当然了 一个类可以创建出多个男朋友 是吧 不是唯一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那类里边可以没有任何成员 可以是空的 对不对 对吧 那我们来试一下 那我们来试一下怎么怎么做 我们直接可以放到这个类 直接可以放到这个类 也可以怎么的 在别的文件里面用这个类 咱说了起这个名的意义 是不是在别的里面能用到它 对吧 比如说我在泰斯里面使用它 那要想用这个类的话 我首先就在inclose包含什么 BOY4FRIEND.class.30 是把它包含进来 那在这块我就可以通过这个类创建对象 然后用一个对象了 对吧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 只要现在不出错 就证明我们写的没问题 Locos Test.D 是没有出错 对吧 证明这个语法是合法的 对不对 那这里边我再要提示大家一个 声明类使用这个 class用最关键字去修饰 对不对 生命还是能说是 faction 修饰这个答案 那咱要注意什么呢 这个类名是不是自己定义的 有几个特点大家要记住 首先类名一定要具有描述性 一看类名就知道这个类是干嘛的 这一点一定要具有 而不要随便定义 A啊B啊C啊D啊 对不对 像妹子起这个类名就比较好 FRIEND 对吧 男朋友 那我一看就是她要找那样了 要找男朋友的 对啊 现在在提要求呢 所以大家要准备听 对吧 注意听 然后类名 咱说了 肯定咱们写程序不用中文字 对不对 用的都是一文字符 所以呢 类名的一是有意 另外呢 类名的规范和函数名 什么都差不多 对吧 但是怎么呢 如果是要 当然不全面打我写啊 跟变量不一样 对吧 如果咱们要是 按规范去写的话 记住 类名如果有多个单词组成的 每个单词的首证都要大型 形成驼风式的名秘队 听懂吧 那官方建议是这么多的 每个单词首证的大型 比如说我这现在是个两个单词组成的 FRIEND 对不对 那么 呃 第一个怎么必大写了 对吧 第二个单词的F是被大写了 嗯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跟大家介绍的 什么 类 该如何声明 虽然很简单 对不对 那谁想先讲到这里边 那下节课呢 咱们开始声明上吧 类里边 具体的内容该怎么写了 对不对 当然了这里边我得多说说几句 类声明之前是可以有修饰词词的 对吧 只是我现在讲有可能你不知道 听懂啊 类后边还可以有其他的 比如说继承啊 实现接口啊 对不对 都有的 而不是说语法就这么固定了 语法不是说就这么固定了 听懂吧 但是我先不说类 因为咱展察用不到对不对 当后边学一些关键字的时候 学类和类之间关系的时候 我再给大家详细的写其他的 在这行声明上的其他语法 OK 嗯 咱展示先了解这些 这些了解 嗯 好吧 好 这几个 如何抽象一个类 咱们就简单这样就到这里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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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